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在利布府 等着利布府的大人召见 可是始终也不见 包兴看出门道来了 认为他们没给门包 就不会有人召见他们 他跟包公说呀 咱们给他递点门包 肯定就得让咱们见了 包公呢 脸一尘告诉包兴 就是不递这个门包 包公觉得 这大宋国朝还了得吗 这是利布府啊 在全国范围之内 是同管官员的地方 同管官员的地方 想进这个门 要见见这位利布大人 都得拿钱书筒 这还有好地方吗 我就偏不这样 我看他见不见我 包兴一看大人不同意 地门包 包兴也没辙了 坐到旁边干等着吧 包兴心想 没个见 我看明白了 等着眼看着 天要黑了 这利布府都要下班了 外面那个门医进来 二位 今儿个见不着了 走吧 包公看了看这个门医 我问你 为什么后来的人 都招见了 我们先来的 却不能得见呢 您这话说的 您看您觉得 您是先来的 他是后来的 这官职有大小啊 地方有远近啊 您别看人家是后来的 人家那个事 比你这个事急啊 所以说 人家就先招见了 您要知道 这是利布府啊 您是哪的 包公说 我是定远线的 定远线 定远线在哪 包兴在旁边说了 在安徽 卢州府 哎呦我天呐 隔着那么多层呢 安徽和卢州府 完了才定远线呢 小地方 跟您说 您这小地方人到这 肯定不是办大事的 所以说 这儿啊 得先紧着办大事的人 招见 包公说 什么叫大事 哎呦 那大事多了 那我这说不清 道不明 肯定是 您那先回去 包公说 我回去 什么时候来 那你明儿再来吧 啊 哈哈 跟您说 这个地方啊 这是大衙门口 不同于你们 那个定远线 您说什么事 您那个事 可能很大 在您看来是很大 在当地来说 是天大的事 啊 但是在这儿 要看的话 就是芝麻粒大的事 这个地方大小不一样啊 是不是 您看这很多 闹着来办事的 那都招着急呢 哎 招着急 那就得想办法呀 是不是 想办法 他才能见着我们 这个利部大人呢 对不对 包公一听 听明白了 这是给出主意 开方子 点拨我们的 所谓的想办法 是什么 就是给你递钱呢 包公说好吧 你不是说明天让我来 我明天还来 哎 您就慢慢等着吧 啊 明天呢 您排着 排不上了 您就后天再来 啊 呃 您是定远线的 包姓说 这是我们县的爷 哦 好好好 县的爷 哎呦 这官真不小 哎呦 包公一看就这个门一 说出那个话来 从脸上带着那个表情 一副轻慢的样子 包公心想 这不是说你这个 级别大小啊 而是你对人这个态度 包公想大宋 郭朝这个官员 就都这么当吗 这利不负的 听差的都这个样子 哎 包公满豆子都是气 好吧 我们今天告辞了 明天还来 明天排不上 我后天还来 准备排半个月 这门一听 哈哈哈哈 那好吧 您愿意排就排着吧 哎 快走吧 快走吧 我马上就下班了 包公跟包星两个人出来了 出来之后 在门前解下马 来上马 包公骑着马 在前面走 包星随后跟着 包公 就问包星 今天晚上咱们住哪啊 包星说他得找个店呢 找个店房住下 唉 这个利不负 这利不负都到了这种程度了 何谈天下各级官员呢 包公不言喻 那心里边是想事儿的 表面是那样的沉静 但是心里边如大海波涛 汹涌澎湃 他想的事情很多 包公这是一个怀有正义感的人 可是目睹的现实 就是这个样子 包公越想越来气 这个马往前走 包星在后边跟着 前面走来走去路过大象国寺 大象国寺 是当时东京汴梁的 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 切不说这是一个大庙宇 而且在象国寺附近 就有一个大市场 是商业繁华之趣 可是走到了 县国寺门口这儿的时候 这包星在后边就瞅着那包公啊 在马上坐着 一会儿往这边歪歪 一会儿往那边歪歪 包星就心里边纳闷 哎 怎么的了 包大人怎么在马上坐着 直歪歪啊 大人 您家的怎么的了 这话刚一问 这包公犹打 马上哭通一下子 栽下去了 这包星啊 有打资格的马上 双凳一甩 腾笼蹦下来的 哎呦大人 您怎么了 来到跟前 再一看包公 双目紧闭 昏过去了 这包星可找了起来 大人 大人 这个也顾不得当众 不喊大人这个规矩了 实际喊 大人 你醒醒你怎么的了 你这是怎么的了 快点来人呐 他喊来人 他以为在衙门里边呢 大人一昏过去 必须得有点来人 可是这个地方来人 来人都是走道的 走道的没在这儿了 呦 这人怎么的了 这人可能有什么病吧 包星说 我们大人没什么病啊 这这这怎么办 正这功夫 他是在相国寺的门口啊 这相国寺里边 出了俩和尚 出家之人 心地善良 两个和尚到这儿 马上浮起身来 这是什么人 我跟你们说 这是我们大人 这是我们包的人 我是他的仆从 那个 谢谢您 谢谢您 这包星马上跪地 就给这俩和尚磕头 这俩和尚跟包星 一块帮着忙 把这包公抬起来 就嫁进了相国寺 包星还告诉他们 关照着 还有两匹马呢 包星过来 把这两匹马牵着 也进了寺院了 来到寺院里边 方丈禅堂 禅堂里面一位老主持 这和尚叫柳然 和尚正在这儿打坐 两个小和尚就直接 把包公就抬到了 这个方丈禅堂之中 这禅堂之中 有一个铺 把他就撂到铺上 包星把马牵进来了 一个小和尚 帮着他把那马拴在旁边 包星跟一个小和尚 来见了然和尚 跟了然和尚 当面就讲了 说师父 这是我们大人 包星一讲 是怎么走到您这个寺院门前 他突然 又打马上 塞下去 晕倒了 您快给看看 他得了什么病了 两人和尚一看 走到了包公的床榻之前 把椅子挪进了 拿过一个小麦枕 放到自己的膝盖上 把包公的手 放到这麦枕上 三个手指头 一扣他的这寸观尺 给耗了耗麦 待了一会儿的功夫 两人和尚就说了 他呀 这是许久 郁闷心中有一股气呀 这股气闷 再加上 身体有点受凉了 恐怕 他得的是 加气伤寒 我开个方子 你快点去给他抓药 这包兴啊 虽然不懂医道 但是一听说 加气伤寒 知道这个病挺重 包兴说是吗 那您快点给开个方子 两人和尚提起笔来 就写了个方子 开了个方子 给了包兴 包兴拿着这个药方子 到大街上就去抓药 所幸啊 包兴有钱呐 展昭给他钱了 到药铺里边 把这个药抓回来 就到在这庙里边 跟了人和尚 借一药壶 到到里边 按照药铺 掌柜的嘱咐的那些话 添上水 就在这给凹药 要凹好了 撬开包公的嘴 慢慢一勺一勺的 给他灌进去了 就在这个庙里头待着 直到半夜子时 包公醒过来了 了人和尚在身边坐着 包公二目一睁 往旁边一瞧 我这是在哪里 包兴在旁边站着呢 大人 您这是在相国寺里 到啊 亏了这师父啊 没有这师父 您就完了 您这是怎么了 您这身体最近 是不是就有点不舒服 有点不舒服 您也不跟我说 可结果您从马上 晕下来了 我才知道 人家那师父说了 您这有可能 就是加起伤痕 这包兴嘴到快 把他知道的事 全给得不出来 包公一听 包公挣扎着 小妖坐起来 了人和尚用手一扶他 不要动 好好地 躺在床上 你这个病可不轻啊 小伙子 有什么难心的事 想不开啊 至少得了这样的病啊 包兴说 哎呦 师父啊 甭提了 我们大人 包公一听这个 用手一捅包兴 因为包兴就在窗边站着 心想怎么还大人呢 一捅包兴 包兴 一看 我们大人 其实我习惯吧 称呼他是大人 我们这就是那么个称位 他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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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啊 包公 拿手一掐他大腿李子 这包兴又明白了 心想 哦 这事不能跟那和尚说 他这个事啊 我跟你说 我一半会儿跟您讲不明白 你等他好了之后 我再慢慢的跟您讲 啊 弥陀佛弥陀佛 你不用跟我讲 我也略知一二 好吧 就在这养病 哪也别去了 我这个寺院里边很宽丑 有的是闲房 我呀 给你找一间闲房 病好了之后 你再离开我的寺院 包公在床上躺着 吵着了然 师父 只是打扰您了 哎 出家之人 慈悲为门 善念为本 这都是我们分内之事啊 施主不必客气 这么一来 包公就病在这儿了 病在这儿之后 天天的就吃药啊 几副药下去 包公这个病 见好 病是见好 但是身体非常虚弱 四肢无力 两人和尚单独给他找了一间禅房 让包兴陪着包公在那住着 这间禅房就在后殿院里 旁边很清静 了然和尚每天 有两三次到这里来探门 而且给他耗卖 不断的给他更换要房子 包公对了然和尚 心存感激之情 包公啊 觉得自己可以走动了 包公跟包兴就说了 包兴啊 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久待啊 包兴说 上哪啊 我们走吧 包兴说咱回家 就是啊 我们是有家的人 回到家中 我们去种地去 哎 大人 您怎么改主意了 咱不是准备上那利部府 得把您这事跟说明白吗 包公说现在 我已经明白了 您明白什么了 大宋国朝就这样了 那个利部府的衙门都那个样子 我就是见了那位利部尚书 或者是见了利部侍郎 又能如何呢 我现在一细想啊 这卢州府的知府 肯定跟这利部府的官员 都很有交情 他报上了的公文 他们就那么劈下去了 我得有多大的本事 能让他们收回成命啊 哎 无命为官不可强求 家里边 我还有妻子呢 回家种地 不也很好吗 包兴说大人 您可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呀 您回家种地 那不就耽误材料了吗 我回家种地行 您要回家种地 不仅仅是您一个人的事啊 牵制到多少百姓啊 您要当了官 可以为多少百姓申冤啊 哎呀 我当官能申冤 不当官 人家百姓就不申冤了吗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话刚说到这儿 了然和尚有打外边走进来 施主 刚才你们议论什么呀 这几天 这包兴啊 跟了然和人也讲了 说这是我们家的公子 他叫包长 也被地里向了然和尚 透露出来了 说这是被霸职的定远限限令 准备要上吏部府 申诉自己的这个冤情 可是呢 由于第一天到那儿 受到了冷遇 所以心里边有口气 所以就病了 了然和尚心里边都知道了 所以了然和尚今天走进来就问 你们在说什么呀 包公说师父 我们在说我的事 师父 我们准备要走了 了然和尚说你们要上哪儿去呀 回老家 回我的小包村 家里边我还有七室 我准备回家种地务农 了却此生 哦 包长 我听这包兴说 你是一任的定远限限令 你是曾经考中进士的人呐 大宋国筹 这么多人 这么多读书的 有多少能考中进士啊 难道说 你这些个公民前程都不要了 就此回家务农了吗 包公说是 我心已定 回家务农 不想做官了 哎 了然说 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怎么着 你也得在东京汴梁 这个地方得待下来 你得到利部府里边 把你这个事情申诉一下 你看看那利部府的官员怎么样 哎 我已经没有这个信心了 师父 我就想回去 了然说 根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你想回去 恐怕也走不了 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 你这个颤弱的身躯 要是往回走 走在半路上 再略感风寒 你这个病要再一复发 那个就严重了 我也没力量治疗了 所以我劝你 就在这把病彻底养好 等身体完全恢复健康 再回你的老家 包公说要这样的话 师父 我搬出您的庙去 我们找个店房住下 到时候到这里 我来看望您 了然说 为什么要这样呢 包公说 我在您这庙里边 已经住了这么多天了 我觉得您这庙里 那是清静之地 弄我一个病人在这 我心中不忍呢 了然说 你心中不忍 我没有下诸客令 你有什么不忍的 啊 你就在我这庙里边住着吧 包公说 还得多长时间 我这病能好啊 了然说 这么说吧 现在是深秋 你这个病在我这庙里边 怎么也得养撒月 哎呦 包公说 得养那么长时间 对了 不养撒月 你这病就好不了 包公突然站起来 瞅着了然和尚 师父 如果您要是让我在这 踏踏实实 安心养病的话 我有一个请求 您能答应吗 了然说 你有什么请求啊 包公哭通 跪到地下 师父 那我请求您收留我 就在这庙中 落发为僧 做一个出家的僧人 包公在前面这一跪下 这包星在旁边 鼓蹬也跪下了 师父 要那么说的话 一个羊也是赶 两羊也是放 您把我也收下 反正是这大和尚 带一小和尚 您看怎么样 两人和尚一看 快快起来 快快起来 两人和尚赶忙 把包公掺起来了 包星在旁边也站起来 师父 您看怎么样 两人和尚就笑了 包长啊 你要想在我这庙里边 当一个落发僧人吗 按说呢 我可以收你这徒弟 但是我不能收 知道为什么吗 包公说为什么 你呀 沉原未了啊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你怎么能当和尚啊 你放心 你前程远大 有很多事情等待你去做 啊 好好的养兵 不要再有其他的非分想法 你也不要想在这落发微僧 我这个庙里边也不收你这样的和尚 啊 你什么时候该走了 到时候我告诉你 我让你走 你就走 我不让你走 你就在我这庙里边好好的住着 包星用手一捅包公 当然 听师父的 听师父的 包公不说话了 了然和尚一转身出去了 了然和尚这一走呢 这包星接着就说了 大人 您知道吗 这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 怎么着 这和尚 不但说会治病 我听那小孩说了 前治五百年 后治五百载 这和尚还会算卦 对每一个人一看 谁 有多大的财分 有多大的官员 他都知道 看起来 刚才那番话 您注意没有 有很多事还等着您做呢 说明啊 您这官还得当 就这个意思 别丧失信心 包公一听 哦 你倒想的挺好 包星说不是我想的好 这是和尚说的 忽然这一天 了然和尚来了 二位施主 今天有个事 你们二位得回避一下 包星在旁边又问了一句 什么事啊 了然说告诉你们 当朝丞相要到这里降乡 都可以